所以它穿在身上 對,它帶在身上 然後我目前是有去找到市面上可以找到的感應器 因為火場它進入的所有的進入點 它可以上或下 我們可以用火螺感應器去偵測它的高度 它的低風高度 然後就是溫度感應器 這個溫度感應器是可以耐熱到600度 火場指揮官通常是火場內部超過800度的手上就會進火場 所以600度的話就是算是一個零界底 然後可以搜尋到後面的數據 但是我現在目前是 我有做一個類似很小型的機器人 然後只是可以去收集數據 然後也是可以做出即時反應的 就是用那個Lisberry Pie去做 然後我正在想說這個可行性 那你有跟消防大隊談過嗎?隨便來一個 我有跟我爸是做異小的 但是他好像有去接下當那個科長 但是科長好像就沒有什麼回應了 就是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也有想過這個概念 然後我是想說 我剛好也有 因為我本身是那個 不是安卓控制器 或是安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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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本 然後我之前有做過的就是 用那個AndroidSyns做 可是它是好像用器用這個專案 然後我現在是改用那個 Risberry Pie它自己本身的那個 它自己本身的作業系統 然後是用PiSyns 那它這些設備 這些都是可以吃 就是它是可以運行在上面 因為火焰感應器 好像在AndroidSyns 好像就沒有看它有封裝 這個Class 可以用調用 然後這個的話 氣壓感應器 是因為 這個一般的氣壓感應器 它不能偵測超過200% 然後我有去看一下硬體廠商 它用工業使用的氣壓 那我可能也要 看到沒有辦法寫出來 就是用C語言封裝作 我們直接用Risberry來看不掉 用它 這個可行 就是 我有想這樣子 這樣做出來 不過聽起來 你家裡就有一個使用者 所以可不可行 應該你都不知道 可是我爸異鄉它是沒有進過場就 所以它是在Wireway 就是它有可能去打到屍體 就是海邊的Wireway跳到屍體 然後他們就去打到屍體 這個跟那個的用處就沒有完全扣合 對 可是我爸是本身有一顆氣瓶 就是他以前會去潛水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氣瓶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要把這個感應器放進氣瓶 對 要稱這氣壓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可以額外再擠一個管子出來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掙扎 因為氣壓是相互的 那個管子的氣壓是相互的 他就大概跟我這樣講 但是實際狀況 我們還是要去看消防單位 你會不會配合 但是好像因為科長都沒有回應 因為我爸給大家講過這一次 不過我想這裡主要的兩個使用者 一個是實際需要穿這個裝備的人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就是 現場指揮官那邊到底會看到什麼 對那你有類似Mogup 就是話出現到指揮官會看到什麼嗎 就是說這要怎麼進入他的指揮流程 因為他如果量測這些數據 完全是靠機器人進去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設備或裝備人是穿在身上 那是另外一個用法 那這兩種情況下 現場指揮官他看到會是怎樣 對 這是我目前沒有做出那個 類似CHART 對 那個 CHART的表 可以額外再做 但是就是我目前 你也要看他們實際的需求 對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也不太成熟 你的目的其實應該是找到一個 消防隊員 或者最好的現場指揮官 去做需求訪勘 這就是服務設計的一個標準的方法 對 那你爸完全沒有認識一個 實際的現場指揮官會消防員嗎 他有認識 但是因為我有點要跟他們當面 對 對 就約個一小時 對 但是他們好像就是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就比較忙就是了 對對對 那不過比較 也一個辦法就是說 你就是挑他們有空的時間過去 可能不一定是要他們過來 可能就陪著他們 不管是做訓練或做什麼樣子的時候 他們總會吃飯 所以就是一個吃飯的空檔 可能就是一起在旁邊問幾個問題 其實只要你的問題足夠結合的話 就是說 你先不急著分享你的主意 先去說 你們實際上在碰到這些 你剛剛講到這些 不管是氣啊 溫度啊等等 這種回報給指揮官的時候 有哪些他們已經想過 說不定自己可以幫忙的地方 所以等於是 你是先把他當前輩 先詢問他的主意 先不急著分享你的主意 對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對你的使用者的想法 就會比較翻過 因為我們目前都還是 這樣聽起來就是 對 你已經能夠寫成是 掌控的這些元件 去進行處理 但也許他們的想法裡面有一些是 你還沒有寫到的 或者是根本還沒有想到的 這些用法 所以我覺得先不急著去 define 先不急著去定義這個問題 先比較發散的 多問幾個消防職員的看法 這樣子 對 因為人都一定要吃飯 所以至少吃飯的時候問一下 是可以的 也是 對 那我是中午去 對 對 是啊 對 我只是想說 因為我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害怕 我自己突然去 這樣 不過當然你爸介紹一下 也許比較幫助 好吧 好像也是 對 對啊 對 因為主要的還是 他要信任你說 他分享給你的這些東西 你不是好像一個完全外行的 而是說你願意進入他的狀態 然後去聽他的想法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那我有做出這個東西來 那那個聚焦就會變成 你所做到的這個東西 那不管他說這個東西合用 或不合用 我覺得對你們的關係都有限 因為他變成對這個物品 但是如果是你去聽他的一些經驗 聽他的一些故事 或怎麼樣的話 即使那一次沒有談出什麼 至少他覺得說你是一個 會聽得懂他講話的人 所以你下次來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 這個距離與千里之外 對 所以我們在做食用者管理前 要先有一段 這種取得信任的這種過程 那我覺得一起吃東西 一定是最好的 對 對 謝謝你 謝謝你 對啊 沒問題 對這個想法很不錯 我覺得主要還是現場的實際狀況 我們就多了解一點 嗯 因為我就是 對 我是 我也是蠻擔心的 就是怕就是 其實做出來的東西 跟 就是討論求 根本就 沒有關係 是啊 所以我覺得 使用者討論之前 就是先撥取信任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加油 謝謝謝謝 謝謝 這樣就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加油